各位读书会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今天晚上和大家分享《相信》这本书 作者黎察迪伟士 他是安利公司的创办人兼总裁 《相信》是一本很棒的书 我读了之后也很得鼓舞 作者黎察迪伟士 他是一位基督徒 在书中他首先感谢上帝 万能的主包容了他的缺点 眷顾他 接受像他这样的人 这本书主要的要点呢 是证明我们身上拥有无穷的潜力 如果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觉得一个人要取得成就 和取得成就的可能性之间的距离 小还是大 一般的人都认为这个距离挺大的 我们要非常非常努力 才能够取得成就 而作者一个观点呢 认为我们可以取得的成就 和我们实际可能性之间的距离 可能是非常非常小的 但首先我们必须相信 我们可以做得到 如果你和李察迪伟士谈话 几乎你常常会听到他提起一个短语 就是杰和我杰出的杰 那这位杰是谁呢 杰和李察迪伟士 他们一同创立了安利公司 而这两个人呢都是荷兰血统 迪伟士挂着总裁的头衔 而杰担任董事长 在安利公司国际总部的大厅里面 就树立着迪伟士和杰他们的青铜雕像 这两个雕像呢 各自独立 却又组合在一起 构成了一块完整的雕像 很奇妙的是 这两个人的雕像呢 是一块材料雕刻而出的 并且共享一个笛座 那为什么那些雕像者要这么做呢 但是你看上去很清楚 还是两个不同的人 但是却是一块材料雕刻而出的 想要反映这两个人亲密无间的关系 因着他们这样亲密无间的关系 因着他们这样的同心 所以呢 公司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咱们中国人都说 哎呀合伙不容易 对不对 很多人都害怕跟别人合伙 总想单干 觉得合伙呢 可能将来朋友都没得做了 没错 合伙的确不容易 特别对我们中国人来说 可能合伙很不容易 但是如果两个人能够真正的同心 哇 那个成果是很大的 如果一个人把人生的目标定得很低 结果会怎么样呢 他就只是会去做眼前的事情 他就会在一堆繁琐 没有意义的事物中 打打转转 世界上有一个最强大的力量 最强大的力量之一 就是人的决心 有一个非常有力的句子 就是我能 那么是什么导致一些人取得成功 而其他人都失败了呢 几乎所有的人 其实都可以做到任何他想要做到的事情 只要他真正相信自己的能力 其实任何目标的达成 都是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 哪两方面呢 一方面是强大的意念 另一方面是刻苦的努力 如果这两方面你都兼备 你就无王而不利 所以我们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 就在于我们一开始就相信自己 骨子里头认为我们一定可以做得到 结果事实也一定证明 在层层的阻碍面前 我们真是做到了 如果一个人什么都不敢去尝试 他永远不会知道 他到底可以做什么 这个道理太简单了 简单到很多人都忽略了他 所以我亲爱的朋友们 给自己事情一个发生的机会 给成功一个发生的机会 如果我们不冒险去跑 就不可能赢得一场比赛 如果我们不敢去战斗 就不可能赢得一场胜利 我想每个人都拥有闪光的梦想 你有我也有闪光的梦想 但是为什么我们就不让这个闪光的梦想 变作火花 生腾 成为熊熊燃烧的大火呢 所以我们要敢于尝试 但是这个世界上太多的人 因为太过于惧怕失败而失败 重要的话说三遍 我再说一遍 太多的人因为太过于惧怕失败而失败了 所以我们不要在纸上谈兵 我们一定要实干起来 你怎么知道就不能画出那幅画呢 你怎么知道就不能做成那笔生意呢 你怎么知道就不可以获得那个选位呢 你怎么知道就不可以掌控那个办公室呢 你怎么知道不能赢得那场比赛呢 你怎么知道不可以写出那本书呢 你怎么知道就不能建成那一栋房子呢 对吧 我们尝试过才能知道 如果我们永远坚持 我能 我可以 我能 这个信念 一般的情况下 我说是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会发现 我们真的可以做到 一个人想要得到一样东西啊 只需要做到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坚信自己可以得到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进行尝试 绝不轻言放弃 你知道 很多人由于别人的否定 不信任的态度 我这里所说 很多人否定不信任的态度 值得还不是敌人 敌人我们可能毫不费力的解决掉 有可能是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朋友啊 常常说你不行的 摧残着我们的梦想 我想他们也不是刻意的啊 因为他们活在不可能里面 而你活在我能里面 所以不可能总是要说我能的人说 哎呀是不可能的啦 结果呢 很多人就听信了这些话 这些话就置他们于死地 作者提到说 在上帝创造的这颗蓝色星球上 最容易碰到的 就是有人告诉你 什么事情你都没办法办到 我相信我们都听了五数遍 很多人说你不可能的 哪有这么简单呢 是吧 所以我们要敢于尝试 给自己一个让梦想成为现实的机会 给梦想一个成为现实的机会 什么是信心 信心是勇于承担责任 现在我们来聊一聊责任这个概念 按照作者的说法 责任的可以追溯到伊甸园 亚当夏娃偷偷偷的品尝了树上的禁国 结果他们为他们的行为 付上了代价 那个代价是什么呢 就是被赶逐离开伊甸园 后来圣经记载说 亚当夏娃生了该赢亚伯 该赢把亚伯给杀了 并且呢 该赢在上帝面前说了一句 十分经典的辩解之词 说难道我是我弟弟的监护人吗 上帝则问他说 你的弟弟在哪里 他说难道我是我弟弟的监护人吗 其实他是掩盖自己的杀人罪 作者说答案是肯定的 他说该赢是有责任的 并且作者提到 我们每一个人都对特定的人负责 比如说员工要对他的公投负责 那公投呢 要对检察员负责 检察员呢 要对经理负责 这样我们一直往上推 直到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然后呢 他要对工厂 整整体的能力 生产能力负责 另外呢 我们又说董事长要对董事会负责 那董事会呢 要对那些投资购买股票 那些人负责 整个公司呢 也要接受政府的监督 这样政府呢 回应百姓的呼声 你看整个社会 整个国家 就是一条责任的链条 环绕成圈 每个人都包括在 囊括在其中 谁也不能逃避 每个人都对特定的人负责 而信心是要 勇于承担责任的 你说你有信心 好吧 你就勇于承担责任吧 但是话说一会来 如果我们要求某一个人 对某些事情负责 我们就必须给他自由决策的权利 为什么呢 因为责任和自由是相符相成的 你没办法将两者分开 你叫他负责任 却不给他自由自己选择 那他怎么负责任呢 就好像亚大夏娃 你要负责任 那你就可以自由选择 你要吃禁国 还是不吃禁国 你自己选择 意思就是这样 所以 真正有信心 是勇于承担责任 那什么是真正有信心呢 因为本书就讲相信 讲信心吧 所以真正的信心是 积极乐观的态度 和积极乐观的态度有关系 我们发现如果我们抱着悲观的态度 看待事物 事情果然会变得很糟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如果你预感到有一些不好的事情会发生 常常有些事情一定会发生 但是这个原则反过来也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总是期待好事情发生 通常在现实中也会发生 所以各位期待好事情吧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 等待足够长的时间 让好事情发生 生活就是这样的 它会毁应我们的愿望 很自觉的和我们的期待相符合 如果你叫一个孩子 蠢才 蠢才 结果这个孩子不久 就会做出愚蠢的行径 所以千万不要骂孩子 你笨哪 你笨哪 那他就笨给你看 你说你蠢哪 你蠢哪 他就表现出蠢的行为来 如果我们抱着深深的恐惧 哎呀 我担心某件事情会发生啊 那通常这件事情就会发生 而且那个程度的坏的程度 和你恐惧的程度还差不多 对于一个想要获得快乐 并且决定做一番大事业的人 积极乐观的态度 那不是一种奢侈 而且是必须的啊 是必须的 不是奢侈 世界上每个国家都不一样 国家有国家的性格 你想法国 他就是内向的性格 英国也是内向的性格 美国啦 他就是一个外向的性格 是一个积极乐观的一个国家的性格 不过呢 作者提到说 美国现在也正在逐渐失去 这种积极乐观的处事态度 现在很多批评家 按作者的话来说呢 很多批评家也在美国兴起 这不是说批评家没有他的位置 没有他合理的功能 也不是说批评家就是无用的 不是这个意思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说 如果我们继续把注意力 集中在这些批评家身上 任凭他们 去找做实事的人的麻烦 而不去关注那些实心干事的人 将会对国家社会带来很重大的伤害 结果会变成 全部都是一些站着说话不要疼的人 那我们的下一代 就只会整天坐在一起 讨论像法国余国所写的悲惨的世界 只会讨论悲惨的世界 重伤任何一个 想要为改变世界而做一些实事的人 所以我们不要成为批评家 我们要抱着积极乐观的态度很重要 在本书的第四章里面 作者提到 永远怀着创业的热情 如果有人问作者 美国人最应该感谢上帝什么 最应该感谢上帝什么呢 作者的回答可能会让我们感到惊讶 他的答案不是呼吸的空气 不是礼拜的教堂 不是每天早上冉冉升旗的太阳 不是政治自由 他要感谢上帝的是 美国的创业精神和自由企业制度 为什么呢 因为创业精神和自由企业制度 是保证一个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因素 不过作者也提到 美国目前的商业活动 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政府的干涉 受限于越来越多的规章制度 我们这么讲好了 一个人在饥饿的时候 没有闲心去担心生活质量的问题 如果一个人一个礼拜要工作八十个小时 才能够保证温饱 那这个人绝对没有闲心去关注 什么是好的书籍 什么是好的音乐 肯定不会的 作者他提到了他的一个经验 有一次呢 他在一所大学里面讲自由企业制度 有一个年轻人就对作者理查迪伟士说 他说先生啊 你开着凯迪卡迪拉克汽车 他说如果你真的关心穷人的话 为什么不把你这一辆卡迪拉克汽车卖掉呢 帮助穷人呢 你可以完全可以开一辆普通的车 也能去到你想去的地方 这个学生有一个错误的观点 是什么呢 他的意思是 一个有钱人变穷了 穷人就会变得富起来 作者告诉这个年轻人说 年轻人你错了 如果富人变穷了 穷人只会更穷 就好像你让火车的末节车厢追上火车头 你不可以通过让火车头停下来打到目的 如果富人变穷了 每个人呢都会变得更加穷 然后作者说 我可以买这辆卡迪拉克汽车 因为我为无数的人提供了工作 如果我变穷了 不会让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变得富有起来 所以让那些两手空空的人摆脱穷困的唯一办法 是生产更多的产品 而生产更多产品的唯一途径 就是提供给别人更加努力工作 更高效率工作的动力 当然了 国家是有责任去监督富人 是否有剥削穷人的行为 是否存在虐待穷人的举动 但是如果国家以为叫富人变穷 穷人就会富起来 那是吃人说梦 现在我们来谈一下工具 作者在这一章里面他也谈到工具 比如说你是用离头来离地的 和另外一个农民开着高马力的拖拉机 请问谁的产量高 当然是开着高马力拖拉机 这个农民的产量会更高 为什么 因为他拥有更好的工具 所以他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 结果生活就变得更为美好 那为什么作者要讲这段话呢 讲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在讲这段话的意思就说 国家要允许私人占有生产工具 在允许私人占有生产工具的制度下 这些生产工具就会被细心的照料 更有效率的利用 然后呢 新的生产工具就会更多的被发明出来 为什么呀 因为人对属于他们的东西是格外用心的看护的 这是人的本性啊 你不相信 你试一试 你把你的房子租给别人 再回过头几年看看 变成怎么样呢 是不是 他会不会像自己的房子那样去爱护呢 不一定 如果我们不拥有某一些事物 我们就可能不太会重视他 不太会给他太多的照料 如果是国家拥有所有的工具 所有的工厂 所有的建筑 所有生产的工具 那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没有人会真心实意的照看他们 生产工具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 那我们就觉得 哎呀 我不应该对其负责 为什么 因为属于大家的嘛 我们这样假设好了 假设你常年累月在地下室里面搞发明 终于发明了一件新的东西 发明出来了 这个时候政府来 把你新的发明拿走了 他说多谢多谢啊 你这个发明是属于大家的 属于百姓的 属于人民的 好 很简单的 把你的发明拿走了 你会什么感觉 你一定非常生气 你觉得梦想被打碎了 你对国家政府满怀怨恨 你心想 我再也不要去发明了 何必浪费时间呢 反正我发明出来的 也被政府拿走了 这样我们就知道 原来我发明的 应该要有专利法来保障我 所以这个世界就有专利法了 有了专利法 保护我们应得利益 不受损失 那作者为什么讲这么一大段话呢 他的意思是要表达 在今天的美国商业贸易自由 他说已经严重的受制于 严重的受制于各类的规章制度 他的意思是说 美国现在有一些的变化 不是好的变化 有一些坏的变化 如果真是这样 那么这一切发生的时候 最伟大工业国的生产工具 成为了政府的财产 而不是私有 私人占有的财产的时候 这些生产工具将会被滥用 或者被废弃掉 另外在本书里面 作者也提到了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 就是尊重每一个人的价值 使尊严使得这个世界继续运转 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和人之间的东西呢 就是对个人的尊重 一个人只要把自身的工作做好 即便是卡车司机 我们也应该给予同等的尊重 作者又提到圣经了 说人是上帝的形象造的 人是上帝在人间的一个投影 所以每一个人从这个观点上 都应该得到别人的认可和尊重 一个人不管他做什么样的工作 只要他为国家建设天砖加瓦 就应该得到一视同仁的尊重 我们曾经在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领导力 一个人要成为领导者 首要的条件是什么 首要的条件是学会尊重身边的每一个人 这是一个人成为领导者的首要条件 为什么 作者他也说 如果一夜之间有人要接替我安利公司总裁的位置 那我要跟他讲什么呢 我不会花时间 有限的时间跟他解释安利公司商业运作的细节问题 我只会告诉他一点 就是你要成为领袖 从尊重他人开始 为什么 一个人如果不尊重他人 就算再有天分工作再努力智力水平再高 也不可能成为领袖 就算成为领袖也是一个无能的领导人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天生都是领袖 我们都有做领袖的愿望 但是一个伟大的领袖 他赢得很多人追随他 尊重他 爱戴他的同时 这位领袖 也同样是尊重热爱他的追随 追随者 其实领袖对追随者 真挚深厚的爱 不弱于追随者对他的感情 领袖的地位 不是一种可以被授予 或者被默许的东西 只有当人承认你是他们的领袖 你才成为他们的领袖 所以一个人可以是老板 可以是雇主 但是他仍然不是他们的领袖 这个世界上经理是越来越多了 但是真正的领袖 却很难找得到 如果你尊重一个人 别人就容易也愿意跟随你 当然对追随者的尊重 不意味着软弱 也不意味着放松对他的要求 尊重是要求领导者 让我们真正的信任他们 相信我们的追随者 可以完成托付的工作 如果一个人知道 哇 上司对我做这份工作这么有信心 那我一定要尽其所能的做好 这位员工就会这样想 作者黎查迪韦士 他是安利公司的创办人 我自己没有做过安利 但是作者他说 他的一个才能就是推销产品 那安利当然是在生产产品 也在推销产品 他说他惊讶地发现 很多人瞧不起推销这份工作 我们的朋友当中 也有很多人是做推销的 对吧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瞧得起 自己推销这份工作 他说为什么有些人不尊重推销员 结果也导致推销员 自己也看不起自己 甚至为自己的工作感到羞愧 害怕听到这样的嘲讽 你原来是个推销员 如果你自己认为自己 我是一个劳而可怜的推销员 那你真的很可怜 你可能高兴不起来 你可能销售量也不太理想 一个人承认我是一个推销员 而不让周围人轻见的目光所影响 需要莫大的勇气和定力 其实每一块欧元的价值 都需要某一个人 在某一个地方 出售某一种商品来实现 而商品的销售额 是一切收入的来源 我再说一遍 商品的销售额 是一切收入的来源 那不管这种商品 是食物产品 还是一种服务 总之任何东西 所以我们不应该觉得 推销是一件丢脸的事情 那为什么有些人会觉得丢脸呢 因为自尊性 所以他放不下脸面 去劝别人买自己的产品 深层次的原因 是他们不认识推销的本质 他们看不起推销这份工作 所以他们放不下脸面 安利公司其实很多人也经历过 我没有做过 但是我也知道 有人会说 安利公司 这些人不是在做直销的买卖吗 那作者会这么回答他 作者说你说的不错 我们的确是在做着 直接向消费者推销产品的工作 他说这不丢脸 这种销售的模式 是我们值得自豪的 为什么 人家不需要排队 我直接到你家门口 把你要的东西 或者你需要的东西给你 对不对 但是你买不买是你的事情 但是我要跟你介绍这个产品 所以这种销售的模式 他说节省你排队 节省你去外面逛 这也是很好的一种模式 总而言之一句话 我们应该停止互相讥讽的行为 我们的朋友圈里 也有很多的兄弟姐妹 也有很多的朋友们 都是在推销一些产品 也很好啊 为什么不好呢 也非常好 所以我们不要再欢畅着 我的工作比你的好 或者我这个群体 比你那个群体优越 不要用视力的眼睛 看待身边的人 我们要尝试了解 别人的处境 看到别人身上的优点 信任别人的那一点才能 合乎礼数的对待他 简而言之就是要尊重他 别人会因我们的尊重 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我们尊重别人 也赢得了别人的尊重 别人反过来 对我们的尊重 也会让我们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用这样的方式 促进我们彼此的成长 何乐而不为呢 而这一切都实自来自于尊重 我们是不是尊重不同的人 有时候我早上起的比较早 我到外面去 到外面去 我会散步去思想一些问题 那天还黑的 这个时候 起的比较早的是一些垃圾车 在马路上呼啸而过 然后呢 我又看到一些倒垃圾桶的一些工人 还有一些是黑人来倒垃圾桶 我有时候都跟他们打招呼 很热心的跟他们打招呼 因为他们的工作也值得尊重 因为他们帮我们维持了环境的清洁 当然值得我们感谢 值得我们尊重 值得我们对他说一声谢谢 永远要老记 是尊严使得这个世界继续运转 咖啡厅的服务员 我们有没有感谢他呢 警察有没有感谢他呢 大家都看到报纸了 在法国 现在每五个 每五天就有一位警察自杀 黄背心的运动也加增了他们的紧张 然后福利红利的减少 或者退休制度的延迟 各方面都导致警察的压力很大 警察两万多人也在那里游行 我们有没有感谢过这些警察呢 或者我们只是注意到负面的一些信息呢 所以各位我们还是要学的 多一些的感谢 多一些的感恩 我们生活的会比较舒服 另外我们要热爱我们的生活方式 我不知道是谁说过这句话 我自己过去也常说过还是忘了 人很容易遗忘 真正的英雄只有一种 就是看明白了生活的真相 还是继续热爱他 这是真正的英雄 唯一的英雄 论到美国 我们说美国精神的实质是什么 一句话 向往呼吸自由的空气 那什么叫向往呼吸自由的空气 就是指我们可以自由选择生活方式 你可以选择我要做企业界的大亨 你也可以选择我要成为乞讨者 你看现在很多地铁里面 对吧 很多外面 你说他们完全找不到工作吗 或者没有第二条出路吗 我想有些人是自愿选择做乞讨者 过这样的生活方式 人可以选择 你可以选择拥有东西 也可以选择失去东西 你可以选择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相信 或者去怀疑 你也可以选择赞同 或者你选择反对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概念 你可以选择蓝色 或者你喜欢灰色 你都可以选择 本书讲的是相信 那什么是信心 什么是相信 什么是believe 是坚持不懈的力量 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种 颠扑不破的真理 那就是勤奋工作 和坚持不懈的努力 一定会得到回报 只要你下定决心 愿意忍受过程中的艰难 努力的把事情完成 即使失败了70次 也要从地上爬起来 然后说 现在是71次了 当然了 我们不能够把坚毅和倔强 混为一谈 我们不能把下定决心和认死理 弄成是一回事 一个可以是愚蠢的 毫无形作为的偏执狂 另外呢 坚毅是一种顽强的斗志 一个人只是一味的胡搅蛮缠 毫无实际意义的倔强 那是招人反感的品质 其实我们的人生啊 决定我们人生走向的 是我们经常做出的 那些小的 不齐言的选择 这些选择 叠加在一起 最终就会变成一个 更大的选择 甚至 更大选择的时候 都不需要我们去挑选 好像是自动决定好了 很多人说 哇 这是我大喜的日子 我做了一个重大的抉择 其实是什么 重大的抉择 在这个重大的所谓 重大的抉择之前 你已经做了五数次的选择 比如说这么一群的女孩子当中 我要选择谁去约会 然后呢 约会很久了 我要选择什么时候结婚 怎么样怎么样 到最后 敲定结婚的日子 所以很多的小小的选择 叠加起来 变成一个重大的选择 所以今天 每一天你的选择都很重要 此时此刻你在听书 就很重要 这也是你的选择 你也可以选择不听 你也可以选择听 我要学习 我们也可以选择人生有目标 我们也可以选择每天得过且过 坐一天和尚 撞一天钟 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有目标的过生活 我们人生一旦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 那下一步呢 就是采取任何行动之前 一定要充分的估计 前面路上的艰难 做好心理的准备 接下来就是坚持不懈 紧盯住目标不放 没有空 无暇去听一切 不可能取得成功的理由 作者理查迪韦氏 经常被人家问 说哎 你创业一开始 是不是预料到公司会扩张到这样的规模呢 当然预料不到 并且他们也没想过公司要扩大这么大 所以各位 不是你想的大 不是你想的大 我个人认为上天上帝对你的梦想远比你自己的梦想要大 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你自己的梦想太大 只要迈出第一步 再迈出第二步 因为上帝上天的梦想 对你的梦想 永远是比你自己的所要想的大 因为他的思想比你的大 孔子说 三十恶力四十不惑 五十知天命 什么叫天命 天命就是上天的命定 就是你来到世界 那个使命 那个一定要做的事情 那个叫天命 很多人不知道天命的 所谓天命就是上帝对你怀着的梦想 那个梦想比你自己所想的要大的很多 就好像这个迷茨迪威士 他也没想过要做这么大 那就做成了这么大 就是这样 所以你不要以为 哎呀我的梦想太大了 不可能实现 各位努力吧 迈出第一步 再迈出第二步 继续努力 坚持不懈 你一定有所成就 那你说我遇见难处怎么办呢 就好像航海一样 对于航 航手来说 对于航家来说 世界上没有暴虐的风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一种风 它的类型都是可以被我们使用的 所以任何一件发生的事情 只要是它发生 都有它存在的价值 当然我们不是故意 招麻烦 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如果是不是我们故意去招过来的 所有发生的事情 我们都可以善用它 成为我们的帮助和益处 这本书常常会提到创业 创业非常好 我也很喜欢创业 我也很喜欢这样的观点 但是有一点不可以忘记 不管你做任何事 家庭第一 家庭第一 家庭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根基 永远不可能被任何制度所替代 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应该是我们再次强调家庭重要的时候了 我们父母应该重新负起身为父母的责任了 如果我们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家庭上 真的会很忙 对吧 因为家庭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但是 有些责任是不能推脱的 花在家庭上面的时间 是找不到替代品的 我所说花在家庭上的时间 指的是优质的时间 有品质的时间 作者是这么说的 我自己没推销过安利产品 也没进过安利公司 我不知道 作者是这么说的 他说在安利公司 他们费尽心思 要保证工人在周末能够待在家里 他们的会议从来不安排在周日 为什么 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 如果我们赚来的钱 是以牺牲家庭为代价的 这样的钱咱们不需要 因为太不值得 这也是我的观念 这也是我的观点 所以在安利公司一些集会里 即便是很大型的集会 都是家庭性质的 最后本书呢 有一些真言 就是理查迪伟士的一些格言 我试着把它整合在一起 本来呢是一段一段的 一句一句的 我整合在一起 我希望能够讲出一个主题来 这样大家容易掌握 也听得比较明白 那我整理出来呢 还是讲到和事业有关 我相信我们在地上 其实除了学习各样的知识 语言之外 其实学习如何发展事业 我认为是每一个人必修功课 最好是比较早开始学比较好 在青少年儿童时期 就提高我们的财商是比较好的 但如果我们小的时候 没不懂这些道理 那现在补课还来得及 也没有问题 只要我们活着就有希望 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 这个话的意思啊 不是降格我们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 只有我们活着就有机会 不要觉得机会没有了 我们要努力 真正的大事业和小生意 有什么不同 真正的大事业和小生意 不同的地方 就在于 你愿意服务多少顾客 如果你是一个创业的人 做生意的人 我们千万不要把顾客 看成只是一个 顶着一个脑袋的躯体 我们要把每一个顾客 看成他们是拥有梦想的人 所以我很感兴趣 会问我身边的人 你有什么梦想 我看看我能不能做什么 来鼓励你的梦想 给你一些指点 来成全你的梦想 这是最伟大的一件事情 也是我很感兴趣的一些事情 我很喜欢问 你有什么梦想 有什么在你里面挥之不去的梦想 我还喜欢问 你从小做什么 比较有成绩的 我鼓励你 现在重拾起来 扩张 将你的潜能发挥到极致 不管你现在是多大年龄 我坚信 只有希望 而非绝望 才能够帮助我们度过困境 我承认 当我们年龄慢慢的变大 我们面临的困境有很多 所以很多人就会绝望 但是我坚信 只有希望 才能够帮助我们度过困境 希望 或者说盼望 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哭泣 有一天会给大笑让步的 悲伤 有一天会向快乐投降的 所以你相信 满怀着期待 期待美好的事情发生 只要你等待足够的时间 美好的事情一定会发生 相信我 为什么原则会这样 因为这是上帝定下的规律 就是如此 但是你只有期待 当然是不够的 你的人生需要一个清晰的梦想 需要一个目标 如果你还没有 你要把它写下来 那你说 老师你有目标吗 我当然有 而且这个目标 在我的心中挥之不去很多年 我越来变得 对这个目标越来越清楚 我知道我的人生 应该往哪个方向走 应该做什么 我当然很清楚 所以我几乎 快要到知天命的阶段 我当然是有些清楚的 不会那样无知的 当然原来是比较不清楚 慢慢的越来越清楚 糊糊涂涂 走向清清楚楚的未来 如果你不知道 你的目的地在哪里 那么你打不到目的地 你也不要感到奇怪 所以把你的目标写下来 然后每天都问自己 我今天为了达成这个目标 我今天做了什么 所以每天都要为达成目标 做些什么才对 很多人的目标 都和赚钱有关系的 但是一个人 只以赚钱为目的 很少能够真正赚到钱 我的意思是真正的大公司 都带着情怀的 当然不否认一定要赚钱 要不他怎么活呢 对吧 但是真正的大公司 他是有使命感的 他是有使命宣言的 慢慢的大家会了解这些话题 当你有了目标 你的目标也很好 也有使命感 接下来你要集中精力 全力以赴 奇迹就会发生 那你说我不知道怎么定目标啊 你要想想你的热情在哪里 你的能力在哪里 你可以听我前面分享的一本书 出门左转 看商业的本质 那一本书 听那一本书 在读书会 在读书会的YouTube频道里面 你可以订阅 就去找那本书听 就可以了 那你说我还欠债呢 我怎么办呢 我忙着还债 有几个步骤可以帮助你 第一 要清偿你的债务 因为欠债的就是债主的奴隶 所以欠债不好受 接下来呢 你还要学会跟别人分享财富 每个月都要有储蓄 还要严格的限制开销 然后呢 要学会按照以上的规则来生活 注意啊 一个人的金钱里面 一定要有一部分 要施舍奉献出去的 最好是你一开始就这样做 因为施比瘦更加困难的 一个人如果在创业初期 这个人就很大方很慷慨的话 这样的人容易获得成功 在达成目标的过程中 你会遇到困难 但是如果这个时候 你克服各样的困难 学会了帮助自己 将来你会有能力 去教导别人 如何自力更生 你说哎呀 我学法语很难的 我年龄大了 学了又忘 忘了又学 如果有一天你突破了 学了怎么样不忘 以后你就可以教导别人 你就可以做别人的老师 告诉别人你是怎么过来的 所以从我们自己身上的问题出发 如果你把自己搞定了 搞定了自己的问题 你就能够成为祝福别人的人 帮助别人的人 所以不要因为你身上的缺陷 而感到难过 如果你克服了缺陷 你不就成为别人的祝福了吗 不要因为自己的弱点 而感到难过 如果你克服了 你不就成为别人的祝福了吗 这也是上天的意思 我们也需要常常和那些 积极肯定我们的人在一起 因为积极的肯定 能够建立自尊和自信 获取别人的肯定是人类的天性 如果我们不能取得他人的肯定 有时候很难有所建树 所以我们要和那些肯定人的人在一起 保持比较紧密的联系 也是非常好的事情 作者鼓励我们说 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企业家 严厉不是障碍 性别也不是障碍 不管男女老少 在创业精神方面都具备同样的天赋 除非你自我设限 否则在成为企业家方面 不存在任何不可愉悦的障碍 企业家精神并不是尔虞我诈 互相残杀 而是需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一个人如果没有一种好的想法 最终你很有可能会失败 而好的想法呢 来自于对社会需求的认知 如果关于自由创业的问题 一直在你脑海中盘旋 你也一直渴望经济上的安全感 如果你不喜欢现在的工作 作者说 这些都是你做出改变的绝佳机会 不管你是自主创业 还是将自己的创造力和热情 奉献给别人的企业 你都必须能够支配自己的自由企业家精神 你都要有 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说 一个人的成功开始于你有积极的态度 什么叫积极的态度 我相信我能够成功 当然你会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但是你不断的从失败中走出来 你会离成功越来越近 所以不要担心自己能力有限 当然也不是盲目 如果你的一个梦想破碎了 没问题 就去建立另一个梦想 另外不要羞愧自己对物质财富的欲望 我们应该为自己正当的赚到每一分钱 感到自豪 充满了感恩的心 为什么呀 你赚的钱改善了家人生活的质量 还有能力帮助别人 帮助饥饿 穷困的人 事实证明我们必须要努力 是努力工作 而不是幸运 给我们带来了成功 你说我没有大学学位 没有问题 甚至有些人高中都没有读过 都不打紧 重要的是 要利用天赋 利用你的资源 利用上天给你的热情和才能 把它发挥到极致 如果你是推销产品的 那今天没有卖出去 没关系 也许明天就可以了 总而言之 我们要学习一个功课 从悲剧中 不幸中 要学到什么 让不幸成为我们的良师意犹 咱们过去说一句话 狭路相逢 勇者胜 前进的路上 是一定要冒风险的 不入胡血 淹得胡子 不要找借口 借口是没有用的 借口就好像割伤的伤口 如果你不堵住这个借口 你继续找借口 留邪不止 直到死亡 而时间分分秒秒就浪费掉了 几乎毫不例外的 成功者都经历过很多次的失败 所以我们不要害怕失败 我们不怕失败 另外 要成为一个成功的创业者 你可能必须长时间的工作 这就是为什么我常强调 我也跟很多人分享说 你要创业 你要找出你擅长的是什么 你要找出你最感兴趣的是什么 擅长和兴趣 两个点一交叉 找出可以做的事情是什么 因为你的兴趣热情 让你做得很久 你的擅长 让你做得很有效率 如果你做的是你所感兴趣的 那你长时间的工作 你也不会觉得累 所以事业方面有很多的学问 我希望今天的分享 让大家会获得一些启发 能有一些帮助 欢迎您的心得回馈 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